小心 你们在干什么 紫正 小北辰 你犯什么疯啊 告诉我 他是谁 紫正是我的朋友 朋友 朋友叫光天坏日龙真娘 怪不他早明将摆出一副 清高的样子 还说什么不畏感情 这不对救你爹是吗 你这个虚伪的女人 小北辰 你胡说什么呀 我喜欢谁交什么朋友 为什么要跟你交代 小北辰 你放开我 你们一爱一个女人 算什么大人 有本事瞅我来啊 三哥 知道你今天碰了谁的女人吗 反正不是你的女人 小北辰 我看啊 就得是杭景这样的 温文尔雅 知书达理的 杭景要是能做我的儿媳妇啊 那可是咱们萧家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七爷 你又胡说什么呢 我胡说什么了 杭景的爹跟你爹是败靶子兄弟 而且你爹把杭景当成女儿一样看待 这是亲上加亲有什么不好 你看看你又在那儿自说自话了吧 那这事我爹能同意吗 七爷 这大清早的 就别拿我开玩笑了 我没有开玩笑啊 你们几个 这事我可真没开玩笑 你和你三哥的事 我跟你萧伯伯已经说过了 他说 改天呀 也问问你爹 什么呀 你们到底把放弃姐姐置于何地啊 我告诉你们啊 这事我是不会同意的 你不同意 这事你说了真不算 你 七爷 您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误会 之前不是你说的吗 你三哥现在 比以前成熟稳重多了 嗯 我是这么说过 只不过 我一直都把三哥 当成自己的亲哥哥 把大家都当成我的亲人 呃 七爷 我很感激你们这么多年的照顾 但我现在只想等我爹回来 旁的事情 我应该不考虑 可是 我吃完了 我先走了 我说什么来着 乱点院药谱 这下尴尬了吧